大家好 我是營養師傅 我是運行李 今天要介紹給你的 它是一款濃湯 它叫做泰式紅蘿蔔濃湯 好 有師傅書的 可以打開到第六十頁 那食材呢 全播喜愛裡面了 因為今天食材蠻多種的 那先看到蔬菜的部分 好 這邊有一顆紅蘿蔔 那它大概是250克 跟洋蔥二分之一個 約100克左右 好 那高湯的部分 我今天準備的是雞高湯 那240cc 那我還要加180cc的椰奶 好 接下來就是調味料的部分了 這邊 嗯 蠻多種調味料的 先看這一盆好了 它是要檸檬草 可是因為我本來不知道檸檬草 所以我今天用檸檬葉來替代 那以及 辣椒四分之一根 那這裡面呢 它就有生薑15克 那鹽巴二分之一小時 跟魚露1.5小時 好 那蓋上 上蓋 那還有一樣食材是萊姆汁 大概一大匙左右 那因為它在一罐裡面 所以我等一下再把它從那個 乳化杯湯中夾進去 那今天的話 一樣 是用1號的熱湯功能鍵喔 好 我們的泰式紅蘿蔔濃湯完成了 一樣 它會服務超燙的 所以開蓋的時候要小心一點喔 那這是一款就是酸酸辣辣的湯品啊 那味道的非常的多層次 讓你要在家裡面就可以做出就是 像外面賣出的 賣出的就是泰式濃湯喔 而且它都是使用天然的蔬菜水果 那天然的甜味在裡面 也沒有額外加湯 所以晚餐 來試試看我們的泰式紅蘿蔔濃湯吧 那今天細節好好這邊 掰掰 掰掰